下来关注葛宝头条 每日新闻方面聚焦的是公共体制改革 首相拿东西里安华宣布 财政部成立联邦法定机构合理化研究秘书处 解决联邦法定机构职能重叠和公币浪费的问题 减少冗余与开支 新中日报方面则谈到伊斯兰发展局 在政府部门及机构任命当局官员的课题 政府发言人法米澄清 政府没有委派伊斯兰发展局官员进驻政府部门 首相安华已经指示团结部长艾伦达干 和首相署部长纳因莫达 会建国大宗教咨询理事会 阐明政府的立场 新台下时报头条则关注马航消息 首相安华承诺 政府会确保马航重回正轨 解决所有陈年酒计 事实除了最近不断发生的客机出现技术部长 而被迫返航以及大规模取消航班和航线之外 安华认为其中一个损害这家优质公司的玩具呢 就是捧党问题 是的 就是有些人呢 意图维护几个捧党的决定呢 结果忽视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安华说 马航多年来经常出现政策决策或不透明的做法 还不断给一两个捧党机会 这个错误让马航之间都在背负沉重的负担 不过政府已经在努力修复和纠正错误 只是马航面临不少运营挑战 要让这个属于国家的航空公司重回正轨 还需要一些时间 安华也向国库控罗及马航保证 政府会确保马航再次成功 接着来看关于安斗疫情的消息 是的 在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安斗宣布国际紧急状态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 安斗爆发可能导致橡胶手套需求激增 而出现短缺的情况 不过橡胶手套制造商协会主席温清航大派顶星丸 强调橡胶手套没有出现严重短缺的情况 温清航表示 业界早已因为可能随时出现了疫情做足准备 因此目前的橡胶手套库存充足 不会出现短缺的情况 因此民众顾虚恐慌性购买手套 也没有必要大量购买手套 另外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 拿督陈宏坚也透露 我国今年的手套出口收益 预料高达124亿令吉 去年全年我国出口超过了118亿令吉橡胶手套 在全国市场占了45% 而今年上半年贸易额已经达到了68亿令吉 比去年同期多出10亿令吉 接着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报 今天早上半岛除了东海岸三个州属 霹雳 吉隆坡和不成之外 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雷震雨 东马方面沙巴斗湖 山打根 沙拉越 古今西林等大部分地区预料会下震雨 气象局预测过了午后雷雨预报的范围扩大 除了槟城 布城 马六甲和难民之外 其他州属和直辖区都会出现雷雨 特别是在玻璃市 西打 霹雳 鹏 亨 吉隆坡和柔佛 沙巴和沙拉越局部地区同样会下雷雨 入夜之后雨市预料会稍微减弱 大部分地区停雨 但是东海岸雷雨预报不变 玻璃市 沙巴 沙拉越还有难民也可能会下夜雨 今天的气温介于设施25度到32度